各位企业好 欢迎来到老团讲象棋 首先感谢各位粉丝朋友的一网支持啊 接下来我们系统的讲解的没发谱平方马来破当头炮的第五句啊 这盘棋也相当的精彩啊 里面有很多的招法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特别的开阔 我向起的思维啊 好 我们的接下来分享这盘棋 黄蜂中炮 黑棋的挑马 黄蜂挑马 黑棋出局 黄蜂也出局 黑棋强挺的三组 黄蜂高居 黑棋跳成平方马 黄蜂的上兵啊 前面两节课的都讲过 这个是啊 黑棋的不能够上向啊 上向是不行的 这只能够呢 吃掉 让黄蜂的吃过来 黑棋还是上足 黄蜂的平方 黑棋的挑马 前面几节课的都是讲的是 黄蜂的啊 具体进行捉马的变化 结果的话呢 导致黄蜂啊 屡次受到严重的反击啊 每次就输起啊 所以这节课的话呢 黄蜂他就改变策略了 他呢不捉马了 黄蜂的直接的打底向 那打底向 黑棋该怎么应付呢 我们接下去往下看 那黑棋这里下手机肯定是要不是的啊 黄蜂呢 这里的挑个马 挑马是防止将来啊 黑棋的马二进士 因为前几期期啊 黑棋这个马二进士啊 给黄蜂的带来了很大的 伤害啊 那这样挑马以后 黑棋的马二进士走不了了 那黄蜂黑棋该怎么反击啊 我们看 黑棋这里首先呢 三个像 那这个是 黄蜂这个炮呢 这是一个后退 以后再G平山啊 把这个G炮嘛 进行一个牵制 以后再进行一个反击 同学这里啊 有好几种变化 有的G9精一 还有的呃 冰武精一的变化啊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 两种变化吧 先讲的G9精一 跟冰武精一的变化 然后下个变化的话呢 就在下一节课再讲 那这个是黄蜂的G9精一啊 黑棋这个图形的该怎么进攻啊 黑棋这里进攻有两种方案啊 一种是炮霸的精一啊 但是古朴给出的招法了 更加凶狠一点 就是炮霸的精散 炮霸静一的其实也是可以得止的 怎么得止 炮霸静一的话 那红炮的打不了 往前面 静一格的话是马可 静两格的话 这个黑马一跳的话 马马额推势一跳的话呢 刚好是一个珠霜 所以静一也是可以的 但是古朴的折法呢 炮霸静散呢 更凶猛啊 这种骑的话 用这个骑荷炮去攻击对手啊 在实战当中啊 其实也非常的常见啊 就是有时候对方一个骑荷马 守战那个圆核的时候 我们经常的会用到这种方法去攻击对手 那这里是不是用来攻击马 而是用来攻击这个G的 所以下手骑 黑棋要逐区的静一的 那这个时候 那个黑棋肯定是没地方堵了啊 黑棋的话呢 这就平过来 那平过来 黑棋就要进攻啊 那黄方的单一得吃过去 那黑棋就吃掉 黄方的 也是吃掉 双方的进行一个交换 但是交换 结果的话呢 啊 黄方的肯定是丢字了 然后黄方的想抢个先手就挑马的 采取啊 那黑棋就平击过来 黄方就平击过这边呢 防止这个马的铺进去 那黑棋的就从边线切入 这里要采取 黄方的就平击的啊 秒准一个炮 黑棋就出这样的啊叫杀 那这个时候 黄方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只能把马的给 跳出来啊 不能够马五进三 如果马五进三的话呢 那这里也吃一将你坐上 以后马再一将啊 就把这个鞠给抽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马五进七 那黑棋的吃掉 虾手其实也是个钓鱼马沙法 所以黄方也只能打掉 那走到这里啊 啊 如果按照我们下棋的习惯 肯定是顺手就把这泡吃了 当然也可以引起啊 但是谷普给出的招法啊 更加的 让人啊 有思考性啊 他的直接泡平山 这里的吃泡 这里也打到你的底下啊 这里还吃到你的事 这样走的话呢 啊 更加精准一点啊 那红炮呢 就 那躲开啊 泡气的瓶酒 那 黑棋就吃一将 黄方单一只能上来 然后呢 黑起来再把这马挑上去的 基本上呢 就可以引起了 那红炮啊 就推炮的 打锯 这个是黑局的 没有去吃相 而是的将一手 他要牢牢的占领这条线啊 接着就帅的力量 给马的配合进攻 才有的力量啊 进炮准备三个子啊 强行的要围攻了 然后再挑马啊 这是一个的 钓鱼马沙法 所以航风啊 只能上市 那上市的话呢 可能这里 如果 大家不想思考的话 你肯定会砍四一将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里谷普啊 给出了杀法啊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这是一个鞠马炮 连弓的一个杀法啊 怎么办呢 我们看 接着的一将 你只能撕掉 以后呢 再打向一将 你只能上市 接着的再挑马一将 就是一个连杀 所以谷普给出的招法啊 呃 比较的精准 也和 还比较的稀利啊 好 那这个呢 是第一个变法 我们来讲呢 第二个变法 那第二个变化的话呢 呃 黄蜂的是兵武敬艺啊 还有第三个变化是象棋进九啊 就是把这个鞠保保护起来 这个炮呢 就准备活动 好 我们讲第二个变化 那兵武敬艺 那这个是黑旗的 这个土型又该怎么去进攻 黄蜂呢 我们看谷普给出了招法 他拿一个的肥马的金枪啊 捉鞠 你这个鞠要不能够动啊 你随便动的话 就持炮再持马 这样丢子 所以的 红鞠也只能躲下去 那黑旗的再一次 红鞠也只能放中啊 因为这个鞠啊 已经没路堵了 你如果再高起来 是不行的 再高起来捉马的话 他挂脚一将 就把那个鞠给抽掉了 所以黄蜂的 只能平局捉马 那黑旗就给钻一个大纸啊 这里的黄蜂啊 也走的非常巧妙 他没有直接吃马 如果直接吃马的话 那黑旗直接吃下去 肯定是黄蜂大悠 这里的是先彩色鞠 以后再吃马 也走的非常的巧妙吧 那黑旗就 也来个新气候区啊 那黄蜂就吃掉 黑旗再一次啊 黄蜂再一次 黑旗再挑马 那走到这里啊 黄蜂的有两种变化 第一种变化是 这个居持炮散一将啊 以后第二种变化是起居啊 这是古谱给出的答案 那我们先看第一种变化 第一种变化 如果持炮一将的话 行不行的啊 持炮一将的话 那黑旗就有一个反将 那反将的话呢 黄蜂单子的一个不是 那黑旗的再平居过来 下舍起的话呢 要握槽 或者挂脚 都是都是杀起啊 握槽 挂脚也是杀 挂脚一将你出来啊 以后呢 可以再散一将你进去 居下去一将是铁门酸 或者是不散一将的话呢 可以散到这一将 你进去以后再一将啊 握槽嘛 这样啊 也是差不多杀起 所以黄蜂的这里只能够用居一将 黑旗这个是用居一垫 黄蜂吃掉 黑旗的生死把这样走出去啊 刚好的是个啊 握槽马叫杀啊 下舍起就是马六进去 也是个绝杀啊 这是第一种变化 那么看第二种变化 第二种变化 他就不用居去吃这个马了哈 他这里居酒进一 守住你就握槽马 跟这个挂脚马 那这个时候黑旗呢 啊 他古墓给出答案呢 是 吃底下啊 那黄蜂的就 就平击过来抓马 黑旗就出将 你要吃我马的话呢 我就坎氏将军啊 这手机非常的厉害 坎氏一将的话 嗯 以后他再把这泡一散开啊 这个就下去又是一个 送去措施啊 所以横蜂的这也不是啊 但是不是的话呢 黑旗啊 这里又给我们的 的思维啊 下棋啊 都视为了提供了一个大胆的想象 应该怎么走的啊 像这种棋啊 很多球走到这里 就不知道怎么去 进贡了啊 怎么去破坏敌人的防线啊 他这里走的非常的 简明啊 直接就砍中式啊 非常的实用 啊 那你如果是要这样做掉 他就他就退一枪 把你距离给抽掉啊 那你不抽他也不行啊 你不抽他的话呢 下手机 他还是要砍死一枪 所以 谷复折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也就是说 红红的够 那个 正义价全部都被瓦解了 好 这番棋啊 黑旗的几种攻法非常的cd啊 嗯 喜欢象气的朋友 喜欢象气的朋友也可以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的下个视频呢 再见